经依法审查 认为澳大利亚籍人士陈雷 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四通法 于2月5日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陈雷 央视美女主持竟然是别有用心的外国间谍 不仅潜伏央视20多年 还多次出卖我国禁谜 然而节目中的一次口误 最终将他的间谍身份彻底曝光 但是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 他竟然一直背着国人向美澳秘密传递情报 导致我国的一些政策还没来得及实施 就被其他国家知晓 给我国经济造成巨大的损失 那么他究竟是谁 又是怎么暴露自己间谍身份的呢 2021年初 一条央视美女主持竟是外国间谍的消息 突然走红网络 正当所有吃瓜群众 以为这件事一定是谣传的时候 外交部却在新闻发布会上 宣布央视这名美女主持人陈雷 涉嫌出卖中国机密 按照宪定法规将对其实施抓捕 这条消息瞬间引爆网络 因为在和平年代 间谍似乎只存在于影视剧中 很多人都觉得 间谍离我们的现实生活非远 但成雷的事情曝光后 大家这才突然意识到 原来间谍就在我们身边 说起成雷 一些年纪大 又对财经非常感兴趣的人 应该都不陌生 他在面对镜头时 永远都是断壮有力 气质几家 任谁都无法将他和出卖祖国的间谍联系到一起 其实也不怪网友们如此震惊 毕竟能进入到央视工作的 必然会经过层层筛选 而且成雷潜伏了这么多年 竟然从来都没有人怀疑过他 对此只能说 成雷实在是太能装了 除了外表极具欺骗性患 他的个人履历 也完美的挑不出来毛病 1994年 成雷从澳大利亚的昆士兰大学毕业 顺利拿到商学会后 他立即进入到了澳大利亚的两个知名公司工作 作为特许会计 他在这两家公司干了六年之久 期间不仅将学到的专业知识 灵活的与实践相结合 还了解到了不少进入行业的内容 2000年 他辞职后 凭借过硬的专业能力 建筑一家澳大利亚的物流公司工作 由于这家公司经常与我国有业务来往 因此成雷作为财务工作者 常常会在澳大利亚与中国之间来回分布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他无意间得知 央视正在筹办一个财经节目 成雷觉得自己机会来了 其实他从小就想成为一名新闻主播 但父母却认为学习商业更加挣钱 在父母的再三逼追下 他最终还是放弃了自己喜欢的专业 选择了父母青睐的商业 而这次央视对财经主持的选拔 不仅和他的专业对抗 还能实现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但是谁也想不到 这次的选择竟然会让他走上一条破坏路 央视美女主持人竟然是披着羊皮的狼 身居高位潜伏火锅20多年 盗区无数机密文件 却甘心成为美好走狗 如果不是在节目中一句口误 可能他的身份至今都不会暴露 那么当年他究竟说了什么 2002年成雷参加了央视对财经主持的选拔活动 由于长相出众 再加上多年的留学经历 他一口流利标准的英文瞬间加了不少灯 而在专业领域 他的表现也丝毫不逊色于其他人 不仅能够对专业知识侃侃而谈 还能加入不少自己独到的见解 因此虽然他当时才27岁 但却挑起了财经的大量 不管是财经回顾 还是中国财经等节目中 都能够看到他的身影 2003年他进入第一财经成为中国的报道员 并为环球第一财经提供国际股市评论 一时之间风投无量 即使央视从来不缺人才 但他的光芒却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就连萨贝宁等人都追不上他的升职速度 由于表现突出 2008年奥运会期间 他还作为特邀主持 专门对奥运会做出了专题报道 并凭这个报道获得了纽约电视节的季军 而他在做节目的期间 曾采访过无数商政兵流 就连比尔盖茨和美国财政部长 都曾是他的座上币 更别提国内的知名企业家了 在和这些人的接触中 他接触到了许多机密内容 并对我国的经济规划 有了一定的了解 但他并没有将这些内容 用于报销祖国 而是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理由下 将这些机密全部传达给了美澳等国 心甘情愿地 当起了这些国家的走狗 为此澳大利亚方面对他奖励有加 接触校友澳大利亚的政府 还专门将他认名为 全球教育品牌的大使 广为宣传 在他刻意的伪装 以及众多光环的加持下 我国既然从来没有人怀疑过他 直到他在一次节目中 不小心说漏了嘴 间谍的身份才得意曝光 当时他一脸骄傲地表示 美国和澳大利亚早就对 我国经济了入至长 一旦他们动手 我们的经济 就会像即将要倒塌的大厦一样 瞬间化为乌有 之后他可能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 赶紧转移话题 想要将事情掩盖过去 但是广大的人民群众 可并不买他的账 纷纷给样式留言 要求彻查这个长他人致敬 灭自己威风的叛徒 没想到这一查 竟然还真的查到了不少东西 经过半年的搜索取证 最终确认了成雷的间谍身份 而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 他放着光明前途不要 却甘愿沦为外国走狗的原因 也逐渐暴露在大众事业之中 为了讨好美好两国 央视美女主持竟然潜伏火锅 二十多年 道具无数机密 感言沦为别国走狗 如果不是在节目中一句口误 可能至今都没人知晓 他的真实身份 那么身居高位 名利双收的他 究竟为何会出卖中国 走上一条不归路呢 2022年2月5日 央视美女主持人成雷 因为涉嫌出卖我国机密 而被抓捕 而他之所以这么做 还要从他小时候的经历讲起 1975年成雷在湖南越洋出生 当时我国在各方面都比较落后 无法与西方的一些发达国家 相提评论 因此国内产生了很多 重阳没坏的人 在他们的观念中 外国什么都比我国好 就连路边的野草都比中国的花香 因此很多人萌生了 到国外谋发展的想法 成雷的父母就是其中之一 然而等他们倾尽所有 终于来到澳大利亚时 他却发现 由于语言不同 他们根本就找不到工作 而且当地的人非常排外 对他们很不友好 为了生存 成雷的父母不得不拿最少的工资 干最脏最累的活 而成雷在学校里 也经常因为肤色和长相的原因 被同学排挤欺负 时间久了 他渐渐地开始心里扭曲 不仅不认为同学有错 反而将自己被欺负的原因 全部归结为自己的黄皮肤上 并对中国产生了绅士的厌护感 因此长大后 他将自己的国籍改成了澳大利亚 由于自小在西方长大 他对中国并没有多么深厚的感情 并且受父母的影响 他也变得唯利是图 所以当澳大利亚找到他 想要他提供中国的情报时 他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 而他间谍的身份暴露后 立马就将正在北京读书的孩子 送到了墨尔文 他自己也随即申请回到澳大利亚 但我们怎么可能会放他离开 经过取证后 立即就将他抓捕了起来 而他前脚刚被抓不起来 他美号两国的主子 就立马跳出来抱他 他们一致认为 成雷是澳大利亚人 应该归澳大利亚官 但我们也不是吃素的 出卖了我国的利益 就应该接受我国的处罚 任何人都不能损害我国的利益 而在我国的搜查过程中 工作人员还发现 成雷在我国的社交账号 虽然并没有任何异样 但是他在外网的社交账号 却发布了各种不堪的出华言论 甚至还肆意的造谣 抹黑我国 在疫情期间 他就曾发文污蔑我国 将弃乎汉于不顾 而我国的防疫政策 出现成效时 他就发文大肆的攻击 我国的防疫政策不合理 他这种两面三刀 为了自己利益 就出卖国家的行为 不该受到国人的唾弃 而成雷虽然已经被抓住 等待他的自然有法律的审判 但我们也不得不更加谨慎 毕竟随着社会的发展 间谍行为已经无恐不入 一不小心 就可能被他们趁虚而入 因此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安全 一定要时刻保持警惕 警方泄露国家秘密